看片之前記得訂閱如一Youtube 有你們的支持我們才能走得更遠 今年的第一首收錄歌叫Closer 同樣是Kao叔叔做監製 作曲找了June 填詞的找了雷偉樂 都是新人來的 兩個都是新嘗試的朋友 因為他們都是出自於Kao叔叔的 埋班作樂的非常之優秀的人才 我給的reference是這個Sanarita 因為我第一年solo的時候 都已經上了西班牙曲風的輕快跳舞的歌 這首歌的內容是說 男生追女生 那時候大家剛剛相處 剛剛相遇那種 那種曖昧的階段 那種小錄亂狀 很想接近大家又很害怕的那種感覺 那一個情景來的 這次這首歌難的地方 是因為這次有很多很多和音 比如說一句起碼有四句和音 哇 我錄完的時候 為什麼還在錄這一句呢 但是我感覺到層次是很豐富的 會令大家覺得 好像不用特地編曲 有什麼花哩花哩的東西 都已經是很豐富的一件事 最好笑的就是我錄了主題 我錄了主題 只錄了一次 只錄了一次 誰知錄和音的那些是 兩個session 哇 真是四百個小時都是不停錄和音 那個我好像跌了 無價地不停錄 這句和音是不是錄了 為什麼又錄了 原來是第二條理的 這次的MV的故事 我是一個美食的食評家 那我就去了一間餐廳 就遇到女主角 Jamie 那裡的侍應 也可以當是老闆娘 然後呢 她就有些魔力突然吸引到我的感覺 然後我就掉了入她的陷阱裡面 好像被她迷住了 這次的舞步其實是 特地編得sexy 還有因為我特地找了新的排舞老師 Elly 去幫我排這次的舞步 因為這首歌的時候 然後我第一個時間想的就是 好像Elly比較適合排這首歌的感覺 所以就馬上找她 那她都很好地排 很快就排了這次的歌曲給我 然後是 那種 嗯 那個sexy其實是令我有一點點擔心的 我怕自己做得太over 好像不是很好看 那後來是自己慢慢找一個balance 希望 嗯 sexy得來又帶一點點man的感覺 那次呢 就特地 因為上年其實維持了金色很久 然後其實我一直都想轉發色 藉著這次這個機會 就轉了做粉紅色 因為 就是戀愛曖昧總會有些粉紅泡泡 粉紅色剛剛好 今年的計劃 今年的計劃 應該都會出三首歌 那 那我已經編排好了 而且都很快的 脆地 找到些demo了 哈哈 那現在是準備著 其實都已經開始馬上準備著第二首歌 希望可以快點和大家見面 然後 今年的曲風 三首都會有很大的不同 因為 我自己想再給多些不同性給大家看 然後 又想 嗯 因為其實今年是我 奪了新人獎之後的 第一首歌 還有很重要的三首歌 那我覺得 我想 除了去年那些比較dark一些的 比較 不沉一些的內容 我想 今年 想給大家一個全新的自己 比較 簡單一些 易明一些 還有大家一起跟到的 嗯 我想 都是想 都是想把妖這個元素 放在比較 commercial 一些 比較大家容易接受一些的 音樂 比較 曲風裡面 那希望 可以令到 這個所謂妖的 topic 可以令到 更加多的人去接受 好 好 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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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